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每一个朝代的建立,都离不开一些大臣的辅佐,但是在统一全国的时候,又会去除掉他们,因为怕的是他们谋反。 这些皇帝很多,最为典型皇帝的就是朱元璋,他在统一南北方以后,因为一些原因,杀死了不少功劳很大的功臣。 他能够得到天下,可以说刘的功劳占到了一半,即使是他,也没有能够活着。 刘伯温小时候很聪明,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学习,并且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,在他十二岁的时候,就考上了秀才,被别人成为神童,在他十四岁的时候,就能够背下春秋了,十七岁就开始学习儒学了, 并且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非常高,当然他不仅对于儒学有了解,还对于天文,地理这方面有研究,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,有魏征,诸葛亮之称。 每个朝代都会有斗争,刘也没有避免,不过他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,并不是因为他不聪明,相反。 可是因为他的聪明,因为他判断事情,甚至都比诸还准,诸想到想不到的,他都能想到,如果你是皇帝,你身边走这样的人,你会放心吗? 我认为在诸看来,他有三个罪状,在诸心里他不得不死,第一宗罪,前面也提到了,他料是如神,在很多事情和局面上,他做出的决定,要比诸还要准确,最经典的就是那个安风战役,他做出的决定要比诸准确,那么诸就跟不舒服了, 本身诸就不愿意相信,其他人了,刘表现得越厉害,诸就越想除掉他。 第二宗罪就是当时刘给的建议,都是一些获得最大利益为主,对于那些平民不管死活,出身为平民的诸,对于这一点来说,朱元璋不是很满意,因为他这些政策,最后得到的结果,是让他处于两派斗争行中的得有利位置, 但是,朱就觉得,你是为了自己以后取代我做准备,那么朱就会防着你,最后将他贬为了平民。 第三宗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,有一天,朱就找来了他和自己一起唠喝,突然变得很严肃问道,如果换了李善长,那么谁能够担当丞相这个职位? 刘说您说了算,朱又问道,您认为杨宪怎么样?朱明知道杨宪是他的人,故意这样问道就看你怎么回答,刘基现在明白,这次对话很重要,说错一个字人头就落地了。 回答道,杨宪现有丞相的才能,没有丞相的气量,有问道汪广阳怎么样? 刘基回答道,这个人不行,太浅薄,这是朱说出了。 第三个人选胡怀庸,刘说出了他一生中,最为准确的一个判断,他成不了气后,最后朱问道,只有你可以胜任了, 他的回答是自己极恶如仇,您还是慢慢挑吧,那么恶到底是谁? 他又加上了致命的一句话,我认为没有人可以胜任。 这次谈话后,朱元和刘决裂了,刘也明白了自己那次谈话的失误。 但是他仍然做官,为这东做一个后盾,朱哪能这么好打发,就给他炒了鱿鱼,那么没有刘的这东? 肯定不堪一击,最后怀熙获得了胜利,刘基也知道了,他只想自己好好养老,不再去争夺权力了,但是胡怀庸能放过他吗? 显然不可能的,刘认为自己在城内,有朱元璋在,胡不敢杀我,但是他又一次错了,胡真的把自己给堵死了。 三分天下诸葛亮,一统江山刘伯温,他为明朝的建立,可以说付出了最大的功劳,并且他能够看清所有事,和诸葛亮一样他的智慧被人所记住,但是他的结。 他能够 Str Wanted